新美式环保局举办第三届新北青年气候论坛 这回邀请了国际气候专家以及企业代表参加 一同探讨近临时代的跨领域交流和科技的运用 鼓励大家跨界思考关心社会议题 新美式环保局第三届青年气候论坛 23号上午正式开幕 这回卡斯阵容坚强 特别邀请来自美国纽约荒野中心气候行动主任 Jane Chryster来台分享环保议题 新美式为了因应气候变迁 特别举办青年气候论坛 期盼能引导年轻人共同思考永续发展议题 这回活动也邀请包括华电联网 新采实业等尖端企业齐聚一堂和青年对谈 思考如何在生活中对环保尽一份心力 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迎接近临时代的来临 那希望在这一次跟我们年轻人能够提出 更多的创意跟做法来邀请年轻人开始 跟我们一起去重视这样子的相关的议题 为了因应气候变迁 新北市在2022年就发布了 禁灵行动白皮书 也将室内最后一座燃煤锅炉停机 更举办永续未来学院 带领民众探讨减塑减废 清零排放永续城市等议题 积极和年轻人对话 获取认同和支持 要让环保概念碳排清零成为普世价值 记者上我们的杨文玉达台北采访